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4号 我是你老朋友成爷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复盘 今天是市场的一个走势 我想很多朋友今天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我们之前为大家 就是说复盘的时候 为大家做了很多什么 就是预告风险的这种事 那么我跟大家之前说过了 当市场好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出来 我们等到市场有风险的时候 我们来提示 对吧 然后市场不好做的时候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来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但市场好做的时候 就要交给那么多其他的YouTuber 他们会给大家来分享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闲话少说 咱们看一看4月29号 给大家剔出大山鱼的那个图 然后捞粉丝都懂 然后上来就被很多人点盗赞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情急化卖点出了之后 这个是顶部结构卖点 两个卖点都出来了以后 这个市场向下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提示了大家要离开 那么纳指是在16号就提示了个顶部 当时没有 我没有完全就说它下跌了以后 为什么还是做多呢 因为这个结构没有完全走完 我们到时候拆解的时候给大家再讲这个 那么今天的话 这个走势的话 可以看到 纳指这个地方是明确跌破了收明线 而这个表谱还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指数再次走出分化行情 这个对于市场来说 我们来说是最难做的一个方式 就是它走分化行情 我们希望的是说 你看今天是这个纳指是个反弹 然后呢 标普是大反弹 但到了这个13日线 就小时13日线 然后道指直接就收率了 直接是反包行情 然后小盘股是弱反弹行情 也说弱反弹 弱反弹 然后强反弹 和直接反包 这四个它完全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说市场中可以看到 这个是最弱 然后其次是它 然后这个强 这是一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右侧的强 左侧的弱 竟是什么 是市场是在一个相对防御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市场是走这个分裂的行情 就市场在走分裂的行情中 是其实非常难赚钱的 那么我们来看市场板块的情况 除了这个 我们看除了材料 还是材料 金融 债券 道琼 然后能源和大型医疗 这些是都是绿的 那么这些是什么股票呢 那这些就是防御性的大型的抗通膨的 那么我们看到包括说ARKK小型的生化 这个叫太阳能或者说新能源 包括云 什么阶级算半偶体 这都跌的屁的花了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强度上 这些金融板块是在逐渐增强的 那么我们看到说科技上是逐渐减弱的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告诉我们说现在来说这个科技 科技 还要是成长型的公司 确实是面对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在这个视频 还要在这个YouTube社群中给大家都有提示 不知道能不能听进去 那就是您的事了 是吧 那我能分享的 基本上也都给大家分享过了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 那我们来分解拆解一下 那么四个不同的指数 我们来分别对它进行一个拆解 然后我们在最后给出大家一个应对的方案 和我认为不错的应对方案 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什么 我们想做纳扎克 纳扎克是我们一直在更新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是说 我认为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支撑 然后今天应该是一个低开也好 高快也好 只要不跌破13716 那么这个位置上应该是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 但今天其实是非常好操作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仅是低开 而且今天直接就灌破了这 你低开的位置是出缺口了 直接就灌破了它以后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 我觉得下次可以再提高的地方 就在这直接追空都可以 这是个强势的下跌的一个形态 因为这个地方直接跌破了以后 告诉我们的说 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它的高点 这个地方形成了高点 那么我们在画这个时候 我就把它换成这样 那么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底分形 是这一笔的结束以后 那么我们画就画成这样了 对吧 画成这样 那么我们认为说 我们认为说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拆解一下 纳萨克走势 那么我们看到说这里面 这是一笔上 这是一个线段上 线段下 线段上 这有的话好几遍 这是线段上 下 那么它这里应该是走出于什么 它这里至少应该走出一个ABC 然后你再上 但是它的A 它的B在这 但它的C是不完整的 那么我们就要说过什么 就是A走上去 B是完整 但C不完整 C是高 确实是比之前的高点高 但它就是一个高开的一个K线出来 那么这就只是个小级别的 它变向了大级别转折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可以 我认为我认为就可以把这个向上的这一段 就在这样画完 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完成一个画法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确认了这一段12345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后面呢 你要完全确认一个日线的一个走势的结束 大家是怎么看呢 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要看它的反弹 反弹的话第一目标位要看这 就是13716附近 那么它如果不能弹回 这如果是弱反弹 就这个都弹不回去 就会向下 那么它就直接向下了 那么如果是相对强硬的反弹 它会来摸相对来摸这个上眼 看它能不能摸进去 如果它我们来判断纳指 如果不纳指能摸进去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 我的结论 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反弹 那么反弹的话 它打的这个 假设反弹真的是超强 打上去打成这样 那么整个这个中枢又变什么 又出现幺蛾子 那么这个中枢就等于说扩展了 那么这个扩展之后 你看12345678 它再拉回就是第九笔 那么这个地方又走势又不一样了 那么相当于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段 然后这个扩展是一段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向上的一段 那么这个结构又发生了变化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是这是最强的走法 那么如果我们按一般的拆解来说 这个位置上向上弹 形成了一个第三类卖点之后 然后如果再向下的话 那么它会走一什么 它会走这样一个ABC 甚至一个ABCDE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它会向下 形成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 向下走势 这就是纳指的这么 所以我们要看它什么 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它整个市场的走势 它的第一个反弹够不够强 那么第一个反弹的强弱 就来决定了什么 决定我们后面的走势的走法 那么来看标普 标普今天其实是好判断的 今天标普的判断是容易的 为什么说标普的判断 相当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来看走势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我来把这个什么关一下 我来把这个 discord关一下 要不会会非常吵 好 我们来看一下标普的走势 我们来把标普进行一个拆解 那么标普来拆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是向下的一个 都是类型 其实这个走的挺复杂的 挺难判断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里就差不多 就可能走到这就差不多了 那么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走势类型的话 大家看 那么这里是向上下的一个中枢 那么这个中枢其实还是在继续延伸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就是当时我判断纳指的走势 是根据这个来的 就是说你这个位置上 它其实是打到了这个中枢的什么呢 下延之后还做这个扩展的过程 那么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标普的这一轮上涨 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中枢 而且这没有被吃 下面就是一个中枢 那么这里形成中枢以后 那我们要看它在这个位置上 上去做第三类买点 可能还能再上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你认为是顶的话 它必须要跌破4214123的这个点 然后反仇不过再向下 那么这个可能性大吗 我倒觉得说 看牛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点 那么现在的话 纳指和标普 它的走势就已经不一样了 纳指这个地方应该是终极了 但标普如果你说这个地方是终极的话 那么注意 这个反弹是不应该过4176的 如果过了4176 那么又要重新审视 我们再来看道指 道指这个地方 就是超强超强超强 大家来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看 整个这轮拉上来之后 这是一个中枢 这是个拓展 上来之后这里又拉中枢 那么它至少还有一个 道指至少还有一个向上的什么呢 离开段 它至少还有离开段 有时候你至少还有一个离开段 那么道指还没涨完呢 没有涨完呢 它这里强度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我们来换日线来看 日线上 我上来说的冒泡了 是吧 冒泡了 我们来看SPS是不是冒泡了 就要往回调 那么现在它还关在中轨上 还没有进入一个超买的一个阶段 我们希望看它能不能进入一个超买的阶段 我们的日线超买的阶段上 然后呢去做这个大力做多 大力做多 那么个股方面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几个 大家比较这个怎么说呢 非常非常这个 就是说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股票 但首先我们首当其冲 我们把动能股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那么今天还是涨幅比较多的 很明显的今天就是强势 对吧 今天强势 那么首先看Shopify Shopify我说了 这是一个基本面非常好 增长非常大的公司 它正好是摸到了这个年线附近 正好摸到年线附近 也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中轨 那么今天最低其实是108级 那么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加仓点 但是整体上大家看 这个MACD是个顶部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后面要盘整向下 所以说它会给我们很长时间 进行一个取筹 你根本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你会错过 它还会有机会 Shopify是非常好的股票 也就是说今天强势的股票 在后面会可能成为零长股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关注 这只股票的一个走势 那么摩根达通今天是金融类板块 金融类股票非常强势 非常强势 那么这个整个对银行来说 是非常那什么的 那么我们再看潘兰 潘兰兰的话今天也是走的不错 但是我说了这个位置上是大头肩 这很明显了吧 这个大头肩要对破的话 那么你要算171 那么这是100 就让100算的70 一万减70 那你目标位置30 那除非是崩盘 要不然的话这个地方 它是应该能守住的 那么所以如果你在这里开仓 注意那么你的止损就非常小 只要在90来块钱止损的话 那么这里开仓 性价比是很高的 但是我想做的是对这个股票 我想做一个优策交易 我希望他能从这真正正的翻上去以后 因为上面的桃楼盘 这个地方的桃楼盘还是很多的 还是很多的 那么辉瑞今天的财报非常的好 那么整个时候 这个时候走上 一向上又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强 那么比利今天是很多朋友 我知道是这个地方 在盘上的过程中 其实是什么 这是下上下 做了一个什么反向中枢 那么这个地方再走上去 他会挑战这个前高的140的位置 所以我会再找机会进入这个比利 那么今天半导体板块的话 整体上是非常弱 这只是个弱反弹 像AMD 那后头头我们给大家看 比如说很多人问Twitter 那这个位置肯定不能买 因为这有一个大gap 等他什么时候 这个筹码完全是 完全消化了以后 我们再进 那么小鹏汽车 这个也不说了 那么我们给大家看几个 关注比较多的 关注比较多的 那么从我们来看 这个账户 今天DF比较多的 还包括苹果什么的 大家看我们来看看苹果的走势 来计划一下 就是说我们苹果 怎么把苹果这只股票给它做好 把苹果这只股票做好 那么之前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 是我们对于就是ARKK的操作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ARKK 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什么 反向中枢 反向中枢 那这就是不是W底了 原来之前这个地方突破了 这叫W底 这个地方不突破的话 你看这里又形成了一个区间 那么形成区间以后 我们知道这是A 然后这是进入是B段 那么它离开段是C 那么离开段C的话 我为什么今天在这把铺收了 其实你可以看这是它可以做一个反弹 然后再向下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直接灌破 那灌破的话我们可以再追进去 对吧 追进去 那你要做多 什么时候做多 什么时候做多 什么时候衰竭 那么衰竭分两种 一种是这种下跌趋势的衰竭 一种的话就是强衰竭 就是强势 下跌之后快速拉回 那么你这就是非常好的买一点 而不是到处去 它下跌的过程到处抄这个底 注意不是在下跌过程中到处抄这个底 而是它真正体现出的买方的这种强势 进去了以后 你才是一个买点 所以现在来说它是个反向中枢 这个地方我不会在我特别在这出 是因为什么下降的空间就这么一点点了 那么你如果抄底的话当然也可以 但要小心大趋势还是住 那它反弹到这里之后看看它的走势 如果比如说我们还要买突破的话 那么这里方一突破 突破的一个回踩向上是最好的 那么你要再回踩买也可以突破买一层 那么这也可以 所以ARKK的话这个位置上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小心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之前我们说的shop shop这只股票非常好 但是现在我还说的就是没有买点 那么再看看APL 来看APL的话我们说正好回踩到什么呢 回踩到这个趋势 正好回踩到趋势和之前的一个什么 一个高点相对高点还有点距离吧 这是一个实体 至少相对有一个有点距离 那么我们说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你这个它的形态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它的形态是什么 它的形态是这里做了一个大型的什么判册区域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从同级别分解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二 这是三 这是四 这是五 这是这一浪走完了之后 那下的这是走一 这是AB 后来还有C C的话你要看它会不会走的比A 你看这是 你看是不是这是明显 咱们就不说别的就是五浪 三浪复杂浪对吧 四浪之后这不是典型的五浪吗 典型的五浪向上结束之后 那么这是一浪一浪这里面又是一个小中枢 这是小中枢 那么这一笔结束了 这这是一个二浪反弹结束了 这个中枢 这一种小转大灌下来了 那么后面可以做high low 可以做low or high 那么你要看它是在这还是在这 那都没有关系 只要它在走势完成了之后 又是非常好的买点 那么我们的目标位其实就是咱打 这里117是非常好的买点 如果不行再往下打 那么110 那么也是那就是抢钱的行情 所以苹果我是非常看好 但短期内它这个位置上正好是一个什么呢 是支撑 我觉得明天会有一个反弹 亚马逊低估严重低估的股票 严重低估股票 那么它会在几个价位上 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horizontal 然后再后 对 我们把这里 画一下 对吧 我们这里画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成交密集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 这是两个区间就是在这 对吧 就是在这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对吧 然后这是支线的一个趋势线 我们现在可以画成这样 我们可以画成这样 好的 那么它现在有两种走法 一种呢 是说它的回踩 它的回踩呢 回踩到我们的这个趋势线 对吧 回踩到我们趋势线向上 这是一种非常bollish的一种走法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它跌破这个趋势线 对吧 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那么谈谈下来 那么再来回探这个中轨和这个底部 如果能再回到底部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无脑 我这么说也不太好 不叫无脑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上买 不怕被套 假设说真正灌下来了也没关系 因为它的earning 它值这个钱 它值远远比这个多的钱 它不是说只有这个点钱 它值这个公司值这些钱 即使是我们在市场走弱的情况下 他们也值这些钱 它是非常好 我们现在的就非常pk在什么呢 就挑这个公司 我们要挑公司非常好的公司 有业绩的公司 它有业绩支撑 所以这个股票我觉得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今天给大家看到是一个苹果 一个这个 然后爱马逊 然后还有shopeefy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公司 不要天天去追着那些不值钱的垃圾 这么说 有点可能对你可能不公平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些 还是做这些大型的强势股 我比如说今天我账户上的J&J 它都是涨的呀 你看今天是大阳线 今天J&J是大阳线 它就不会再 就你你想再抄J&J到154 它不给你的机会了 它没有这机会了 今天这就是 这就结束了 这166以上就不回来了 这股票都不回来了 它这已经凸上去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 选择那些什么呢 选择那些非常有不错的 有不错的 我们来做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什么 我们来看看资金流啊 有没有给我们一些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来我们看看 今天的资金流 我们来看QU100 对了 肯定有好朋友问特斯拉 我们来直接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算跌的少的 跌的少的 那么我们来看它筹码面 筹码都集中在这个圈了 就是670到760之间 上面的很多筹码还没有出 那么现在就是集中在这间 我觉得还是震荡 高位震荡 还是它的主流 那么如果它要这跌破的话 最好能回到这个区域间 就是大约在500附近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我个人就在这埋伏 好的 让我们再来看QU100 那么今天的话 SPY还有我们说的APL ARKK BA BA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BA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 我觉得BA这个走势也挺好的 BA走势好的哪呢 就是你看 上来之后这就是一个下上下的这么一个中枢 对吧 这就是下上下的一个中枢 那么你就对这种股票啊就需要特别有耐心 对吧 就特别有耐心 你可能就是说 他就是做完之后可能他可能围绕这个中枢进行一个震荡 也可能直接走出去 这都说不好 但是我觉得震荡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然后就是金融板块 但是我所有说我的pies还是这些大型的科技股会有反弹 而且他们这个价格本来就是非常低的 本来就非常低的 那么变化比较大的大家看就说 明天的话从明天的角度来说 还是偏多吧 还是偏多吧 而且就是如果空的话 如果还跌的话 空的话 哎对 那么那更好 哎给大家看一另外一只 我今天在其他地方看到 tdd tdd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画一条这个趋势线 我们来画一条趋势线 我们画一条趋势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 他的走势 对他的走势 那么他的走势 我们来看看 画在这个他的右上角 在右上角 然后右上角 右上角 右上角 可以画上这 也可以画这 我看他画在这个吧 这样 那么我们看到tdd这个走势 他也是做一个盘长中枢 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低开的 这么 就是不是就是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形态 我们看看他如果能不能 能不能在5.8附近 接到这个股票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 这只股票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tdd 对没有看到其他的我觉得都不错 现在不错 就是说 市场不用太担心 这大型科技股今天跌的非常多 明天的话应该是会有反弹 然后再跌的话 反而是给我们买入的机会 我觉得不用恐慌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跟我留言 我们明天咱们在clubhouse 或者是在discord再见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拜拜